在這種地方過馬路得快一點 要不然會被車撞的 現在我們走在位置就是這裡的第三個紐約的第三個要看的地方叫做Highline Park 高線花園 這是一個類似空中花園的地方 因為你看下面是地面 這是高出地面好多的一個線路 這邊曾經是一個運輸肉製品的一個鐵路線 後來廢棄了 廢棄了以後呢 就變成了這麼一個 變成了一個空中花園 在兩旁種上了這些植物 雖然這植物看起來不是很漂亮 要在路上走不要走植物 這旁邊有個公寓 裡面正在造房子 這公寓看起來還不錯 採光特別好 Will 你感覺是不是很餓 有一點累是不是 嗯 好 是的 的確會很累 我有點累 所以要休息一下 劍花園上面還留著原來的廢棄的鐵路 我們這邊下面估計也有一條鐵路 因為鐵路都雙向的嘛 有過去的一條 有過來的一條 據說這邊周末不推薦過來 因為周末人特別多 但我覺得現在平時人也特別多 我們要一直向前走 在我的後面 在我的後面還是一大坡人 腳有點痠 因為走多了 不過是有心理準備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要想前天那一天去山上爬山那個步道啊 腳痠的估計比這個還要痠 除了腳痠還有熊 所以這種感覺真是從所未見過的一種感覺 Will得到鍛鍊了 旁邊是狗 是在Green Village 不叫Green Village Greenage Village 格雷尼治村 這些街道的景象 比較安靜 這邊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沒有 都沒有紅綠燈 要過馬路的話 直接自己小心一點過馬路就可以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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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WEST HOUSTON STREET Will請你用一個字來形容一下這個披薩吧 嗯 WOW Will你覺得這邊的披薩是WOW 然後我想一下我來用一個字形容一下這個披薩 我覺得這裡披薩叫什麼呢 脆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脆 其次第二的印象是苦 越脆的地方越苦 你知道嗎 那就這個皮的邊緣 比較脆比較苦 但我相信這是正宗的意大利PISA 單是33塊2毛5 然後我們打算留40塊錢 其他的剩餘小 作為他的小費吧 20%左右 這樣的做法比較合理 現在我們和Will所在的位置就是 中國城Chinatown 在這邊呢有很多中國人開的餐廳 不一定是中國人了 就是華裔或者是中國人開的這種餐廳 在紐約的街道上面非常的狹窄 每一戶這種樓啊 下面都有地下室 像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叫Trap Door 就是一個門 這門打開以後呢可以進入到地下的空間 一般很多的餐館呢在地下空間 一般用作於倉庫啊或者廚房 然後地面空間呢用來營業 所以有時候紐約的這種小街道 雜亂無章看起來 就是因為它的空間啊非常狹小 地面空間 樓上空間還有地下空間 都要被充分的利用起來 美國沒有城館 所以呢在路邊擺個攤賣賣菜也是合法的 沒有問題 他們在賣什麼 蓮子嗎 這就是類似於中國的菜市場嘛 賣的產品都差不多 只不過這邊品質可能好一些 因為這邊是進口 在這邊是當地 對於我們來說就是進口 路邊的停車馬錶 這邊有很熟悉的中國菜場的味道 在這種地方走路們就像 就像在中國走路 所以叫中國城嘛 China town This is it 但是還是偏向於 有種這種香港的那種感覺 因為大部分地方用的字都是些繁體字 廣告牌的裝修文革也像那種 香港啊什麼的 這是中國城裡面一個比較著名的 老年人廣場 這邊有好多老年人在這邊 打麻將啊 唱戲啊 拉二胡啊什麼 在這邊就有 在這邊有一個拉二胡的 一個樂隊 二胡樂隊 前面那邊好像也有個拉二胡樂隊 然後這邊有桌子地方呢 老年人在這邊下棋或者是打麻將 在遠處呢是一個運動場 裡面有足球場 還有一個籃球場 這邊呢是天下圍攻 雕塑 這還是孫中山了 Dr. Son Yassen All under heaven are equal 世間萬物平等 你可以跟這個老爺爺一起嘛 哇你看這邊好熱情啊 這邊人你可以跟他動作一樣 喂嘿可以哦 我有在這邊體驗了一下 中國城的熱情 感覺怎麼樣 熱情吧